谭永林跟曾志伟为何从好兄弟突然反目了呢 两人还在机场大打出手 丝毫不顾及多年勤奋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志伟跟谭永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他们的父亲也有很深的交情 曾志伟的父亲曾启荣曾在香港警察局担任要职 同样他还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还担任过香港警察足球队的教练 谭永林的父亲谭江博更是足球界响当当的人物 上个世纪30年代他是称霸广州球团的四大天王 他曾在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德国参加奥运会足球项目 可见他的水平有多高 因投球功夫了得 人送外号谭同投 两人因为足球踢得好 又同在香港 没事的时候经常约出来踢球 两人关系非常好 因此他们的儿子自然也成为了好朋友 后来还一起进入影视圈发展 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在感情上两人一直都是饱受诟病 谭永林在乐坛的地位一直很高 被人称为谭校长 在音乐上还拿下了不少奖项 他还进军影视界出演了不少作品 在香港娱乐圈有着很高的地位 事业发展的如日中天 他还受邀参加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 各种综艺以及电视剧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谭永林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 最大的功臣就是他背后的女人杨洁威 他一手扶持谭永林有了现在的成就 两人结婚后 谭永林跟妻子表达了丁克的想法 也得到了杨洁威的支持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成名后的谭永林到处沾花惹草 还跟一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粉丝偷偷生娃 他不想离婚也不想跟女粉丝断亲 过着一副二期的生活 而他的好友曾志伟跟他相比的话 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3年蓝杰英指控曾经遭到曾志伟跟邓光荣性侵 这两位是圈内的大伙 身为受害者的蓝杰英根本没有反击之力 只能等到邓光荣去世后才敢将这些公知于众 其实曾志伟的风流在香港人尽皆知 只不过这件事性质太恶劣 差点让他生育尽 但曾志伟根本就不承认 还称视频是故意剪辑合成的 只不过没人相信他说的话 有着超模教母之称的韩颖华发文称曾志伟是惯犯了 更加让大家确定蓝杰英被他侵犯的事情了 还专门有记者跑去问谭永林 记者专门跑去问谭永林对曾志伟性侵蓝杰英这件事的看看 外界都知道他们两人是相识几十年的好友 关系非常要好 谭永林直言给曾志伟打过电话求证 但曾志伟说这不是真的 谭永林也不相信曾志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毕竟他跟蓝杰英两人是多年好友 谭永林还说韩颖华的爆料是别有用心的 他不说这件事或许就这样过去了 但谭永林为好友的狡辩惹怒了韩颖华 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怒思谭永林 爆料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大瓜 韩颖华称谭永林跟曾志伟创办过明星足球队 打着来内地替表演的幌子 实际上全香港都知道他们到内地寻欢去了 本来谭永林完全可以不掺和曾志伟这烂摊子 但作为好友他还是义无反顾站出来力挺好友 结果还把自己也绕进去了 不得不说这两人的关系真的是很不错的 可谁也没想到患难与共的老友 竟然在机场上大打出手 竟然是为了一个女人 2006年为了庆祝香港香港明星足球队成立20周年 将近100多位队员在香港机场集合 准备前往菲律宾进行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 谭永林见到曾志伟后就笑呵呵的说 恭喜你 嫁女荣生岳父 听到这句话的曾志伟非常生气 随后反击道 那我也恭喜你 20多年了还活在这里 随后两人开始大骂起来 旁边的人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他们来真的 全百祥就赶紧上前去拉架 这才避免了一场战争 都能看出来谭永林就是故意调侃 没想到曾志伟竟然会这么生气 他也没想到 两人从小玩到大 还合作过不少电影 曾志伟60岁生日宴上 当着前来贺喜的艺人的面说 谭永林是自己一生的挚爱 希望死后两人能葬到一起 可见他们感情之深 按说好朋友开玩笑很正常 以前两人开玩笑时 曾志伟可从没生过气 那为何这次会这样生气呢 谭永林跟曾志伟因为一个叫林润的女人 差点绝交 20岁那年林润到广州参加话剧表演 在排练的过程中正好被曾志伟的好友看到 他觉得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 气质也不错 就给曾志伟提议把他签下 曾志伟对林润也非常满意 还把他带到香港发展 当时的曾志伟是香港演艺协会会长 在圈内的地位很高 他非常用心去捧林润 让他跟很多大咖合作 还帮他接了广告 还把林润认做干女儿 但由于曾志伟风流很出名 两人的关系肯定不简单 不过林润大方表示曾志伟既是自己的父亲还是老板 同样还是自己的好友 而曾志伟则回应说林润是自己收的干女儿 港媒可是一向看热闹不嫌是大 开始跟拍二人 结果发现林润跟曾志伟竟然一起去酒店 还去药店买宴榜 这铁证如山的事实让二人百口莫变 港媒开始大肆报道林润就是曾志伟的新欢 就连曾志伟公司的员工也称呼林润为阿嫂 在曾志伟的提携下 林润的资源越来越好 到了2006年这对妇女彻底冒败了 那年深夜有媒体拍到林润到歌坛新人王侧田的寓所 这也不是什么震惊的大新闻 但曾志伟看到这则报道后勃然大怒 不仅对林润报粗口还下令要封杀她 可能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不久后不知是经过高人指点还是曾志伟自己想通了 对媒体爆出林润跟侧田的事 曾志伟一改往日态度 称赞这是好事 他很高兴女儿找到了一种人 改口说要嫁女了 其实曾志伟的心中并非这样想的 要不然也不会跟谭永林差点打起来 谭永林拿此事开玩笑说恭喜你嫁女人生岳父 曾志伟竟然暴命 如果他心中真的没有芥蒂 也不会再好友拿此事开玩笑会如此生气 如果不是陈百祥及时出手把这两人拉开 恐怕第二天他们就会登上新闻的头条 好在这么多年的感情不会受到影响 此事过去没多久后两人就握手言和了 得不到曾志伟力捧的林润资源也越来越少 侧田事业上也遭遇滑铁路 最后退出了娱乐圈 只有曾志伟依旧过得潇洒自在